我的天 电视的图纸 OK 这什么呀 都没信号 慕法求生的第195天 我和大炮为育儿制作了全开放式的豪华厨房 但是育儿的厨艺 却把我们都放倒了 哎 面对坏人我们从未害怕 可是育儿端过来的饭碗 就像一颗炸弹 一吃就爆炸 哎哟 哎哟 昨晚吃了育儿妹子做的饭 害我拉了一晚上肚子 我的命 怎么那么苦啊 好了大炮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人家育儿妹子虽然做饭不好 但也是用心了 现在你跟我说这个 昨晚跟我抢厕所最凶的那个人 不就是你呀 哎呀 别什么事都跟观众说 好了 你先别好了 我这就去给你做碗热汤 润润你的胃 嗯 还是媳妇对我好 我的妈呀 鱼儿缠了我一上午 让我叫他做饭 这我可不敢 万一一是英明 毁在鱼儿的手上 这我可不好给粉丝们交代 不过上次大炮顾我说 这个神秘厂房里面 倒是有不少好东西 说不定还有流传的 玉山房菜谱 我也好给鱼儿交差 赶紧找找去 嗯 这是什么 我的天 电视的图纸 没想到这德鲁王国里面 有这么好的宝贝 上次我在酒馆看到了电视 一直想研究怎么制作 这下有了图纸 就好办多了 这座电视需要五个电路板 十个塑链 两个金属钉 材料都有了 开始制作 OK 赶紧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大家去 怎么了 辉哥 这么急忙的 把我们都叫过来 是啊 我这胃都还没好呢 大家别急呀 我把电视给制作出来了 不就是电视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在酒馆都看过了 哦 可是这次不一样 你们看 我的妈呀 怎么这么大 是啊 起初我以为是个普通的电视 没想到尺寸这么大 都能跟电影院的荧幕一样了 那辉哥 别说了 你快打开 咱们看看 好 嘿 这什么呀 都没信号 就是啊 就是啊辉哥 这让大家怎么看 你这技术感觉退步了 嗯 我想想 这电视机没信号 应该是缺少天线 大炮快 把咱们的天线 拿出来架上 好嘞 嗯 都弄好了 辉哥 再试试 嘿 亮了亮了 有信号了 哇塞 这不是最近特别火的爱情公寓吗 没想到 咱们在木筏上也能看到了 太棒了 辉哥 你快换个台 看看还有什么 好 这什么情况 这到底是啥地方啊 嘿 是熊出没 哈哈 没想到 在这末日里 也能看到光头墙 辉哥 你看看还有啥 来 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哈哈 小猪佩琪 哈哈 是小猪佩琪 我是佩琪 我是乔治 鱼儿你快看 这个节目特别适合你 什么呀 居然是教做饭的 是啊 以后你就多看看电视 跟着上面学学 怎么做饭 我相信你 一定能做出一顿好饭来 哦 嗯 好 那我以后一定好好学 绝对不辜负大家期望 既然今天辉哥 把大电视做了出来 我也要好好表现一下 今晚 今晚这顿饭 我给大家再好好做一次 嗯 嗯 你们 你们一个个太没良心了 爸爸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